咱们大家都知道 车辆在行驶时 把手伸出窗外 是十分危险的动作 咱们再看看前面这辆车 它倒是没有把手伸出窗外 可是迎着把自己的爱犬伸出窗外 很难不引起小灰的注意啊 来 麻烦 你也下来吧 知道为什么查你驾驶症 行驶症吗 这个刚才你们这个 还抱着呢 它叫什么名字 耳朵 耳朵 你乖不乖 多可爱啊 就这样 你先把它放地上吧 抱着 我觉得挺累的 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我查它驾驶症吗 是因为刚才你的狗头露出来了 不是 它的狗头 它的小狗头露到了车外 知道吗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讲开 我又坐着 然后我抱着它呢 我知道你抱着它呢 但是我们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包括我们的这个乘客和里面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 这应该叫 耳朵 耳朵 对 耳朵 包括我们的车内乘员 这个虽然不能叫乘客 但是车内乘员的头 手 各个部位都不能够轻易露出车外 我没有露出来 我没有露出来 你别笑 我说的是它也不能露出来 它听话吗 平时 听话 超级听话 超级听话 太乖了 我教它它会咬我吗 你试一下 老师 请开始你的演讲 我教它什么 我跟它是不能沟通的 我只能现在跟你沟通 还是这样 这样说 我们说 咱们在坐车的过程中 它超级生好 不要让它这样子去透风 咱们其实周边能透风的地方很多 咱们把车停在路边 不影响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正规的停车场里 带着它去旁边草地上跑一跑 不是挺舒服的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对 那我问一句 是你们俩的感情针 还是你们俩的感情针 那不能比 不能比 没有科比性 没有科比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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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是扣钱吗 扣的话直接扣它就行了 直接扣它就行了 没有科比性 这是啥呀 又没加车 我就是副驾 他是司机 是这样啊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想提醒你们一下 无论是乘客还是车上的成员 都注意行车是注意安全 不要把身上所有的部位露出窗外 明白了吧 行了 今天不处罚了 你们二位开车去玩吧 行不行 好 谢谢啊 这亮了绿灯也不走 车厅路上下车就走 这位小姐姐 您这操作 可是十分影响道路交通了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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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叔叔 警察哥哥 我那个驾照刚拿 然后他这会儿就启动不了 不着急用的 你先上车 不该呀这 刚才还好玩的 这是个手动挡是吧 是啊 来来来 找一下你驾驶证 你车压是不用 车压是不给我 你驾驶证呢 你今天出门太着急了 你手机上吊你的电子驾驶证 他车没够长 你才拿到三个多月 你不是 你之前一直开这个车吗 也不是吧 就今天 今天就开了这辆 不是我平时是可以的 今天不知道咋回事 就还就刚好遇见了你 你刚才的状态 你觉得我相信你平时可以吗 但是 我确实有驾照 我知道有有有有 行车证呢 来找一下 行车证呢 这会儿没找着吧 不是你的车吗 哎呀 我都快紧张死了 就给你说实话吧 就是我朋友的车 但是我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那就是 你给他添什么麻烦 我没说我要处罚你上去 你添什么麻烦 你看我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我肯定要紧张死了 给人家说说 你撒调呢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这驾校是怎么学出来的 这都啥年代 九二八经的 每天 你看我晒得都黑就啥了 这是从去年晒 不对 从去年我都开始练车 然后一直练到钱 就前三个月我才拿到驾照 不是 他是驾校出来的 我听明白了 但是现在 以你目前的状态 我有点不太放心让你开车 这样 你能不能叫一个朋友过来 然后帮忙把你车 或者说他坐在车上 指导一下你 把车开回去 好不好 这样我也更放心一些 好吧 那我就会一起 你抓紧时间联系人 好不好 那检察手说 要不我等 等到你下班 啊 你等我下班 你的意思是 等到交警都下班了 那车不是一样多吗 不是那个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 那就是等你下班 前两天 新乡市交警支队 核保高速大队的民警 正在视频巡逻时 发现一辆大客车 停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内 疑似啊 车辆有故障 三十块到这儿了 三年 三年多 现在车用多少个人 十五六个 几转了 四十三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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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十几个 你是家的员还是左边员 连家员员在书家员 你一个啊 因为不知何时能解除车辆故障 车内乘客的情绪 开始有些波动 咱跟这个乘客朋友们讲一下 这个车现在坏到这儿了 这个司机同志也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准备这个措施是 它已经打了救援了 拖车马上就到 轻障车一会儿来了 拖着你们 我们在后边这个护卫 因为啥呢 你拖着这个车 时数很低 在前面最近的一个站 就是卫会站 需要下车 下站 下站以后 你们想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不想自己想办法的 让它赶快抓紧维修 这个就算解决了 在高速上越来越危险 现在天气又不好 这个说黑马上就黑了 不能在这儿停 咱们就想办法 你就下去以后 就是喝个水了 解个手了 各种活动都方便 在这上面受刺了很 咱还不让下 你看都是车啊 好好好 虽然不用驾驶员开车了 但这行车安全呀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坐好坐好 戴好安全带啊 一会儿行驶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车坏了 跟行驶都要戴好安全带 这个警察上来 这个是讲普法的 不是说非要罚款的 安全带走可怕啊 因为你跑车 不可能跑过流失 是是是 所以说违反地数运行了 我们就是为了 负责你的感觉 所以我们后边的车 要对你进行敬畏着 等于说我们后边的车 你不要 钱都拖着你 你也不要花 是是好好 最终故障车被顺利 脱离高速 这也真是难为车上的 驾驶员和乘客了 看来出门在外 遇到困难 只有相互理解 才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小会在路上 记得报道 信仰是用期望形式表达的爱 当然 付出行为实践的时候 它才有意义 你 争分夺秒 与时间在跑 守护平安 是你的期许 你 默默无闻 与岁月相守 福无奉献 是你的足迹 你 防患未然 轻易腔热情 希望美好 是你的目的 你 寒来蜀网 滚滚车流中 使命担当 是你的旋律 身先足以率人 正人 必先正极 为人民服务 将信仰量化为爱 这是你们将信仰 与时代碰撞出的意义 金顿的付出 深懒的奉献 守护的是一方的平安 也是通过工作 对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责任 坚守 担当 官爱 是他们对信仰坚守的底色 根之所在 魂之所细 命之所达 是每一名警员 心之所望 力之所及 忠之所愿的坚定信念 事故的发生 没有任何征兆 无论白天黑夜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勘查 提取数据 上网录入 这一连串的工作 都要耐心细致 不能出任何纰漏 为民爱民亲民 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想便利 才能真正地架起沟通民心的桥梁 交通安全教育 要从孩子抓起 从小养成良好的交通意识 安全是一切幸福的起点 警示教育 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希望 城市间 每一盏交通校尔灯 交替闪烁 意味着 对自我生命的爱护 尊重一盏灯 就是尊重我们的生命 但 这还不够 他们必须突破完善 176名民警 510名协警 守护着269平方公里的辖区道路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 交管压力日益严峻 与此相应 利用科技和大数据手段 对各类交通违法现象 进行分析研判 采取非现场处罚 与现场精准打击相结合的方式 打击和处理各类交通违法 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2017年 情报研判是成立 这边0032 超准 假验的还赶紧给它 我们利用交通管理大数据 对黑出租车 黑扎储车 甲牌 号牌 故意遮挡号牌等 严重的交通违法难点问题 进行分析研判 落实身份 分析行政轨迹 确定落了点以后 再组织我们的民警 进行精准打击 定点清楚 采取这种科技的方式 可以使我们的交通管理工作 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由粗放型向精确化转变 真正做到高校监督 维法必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才能传承信仰的力量 21年代并坚守岗位 优秀民警 周水斌 中长律职 无私奉献 十三所平安书屋 捐输八万余策 在全省贫困地区建立 平安书屋的倡议 由他发起 为大队殿宫赵金刚 生还先天性心脏疾病的女儿 用粤换 将爱的溪流 汇聚成江河怨阳 老赵孤皇 有败同大 兄弟齐心 齐力算天 关爱群众 关爱社会 关爱同事 关爱自己 知音信仰与爱 成就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坚持与执着 我和我的同学们 每个人都有一顶小黄帽 戴上小黄帽 可真神气 开车的叔叔阿姨们 见到了 都会给我们让路 平凡的守护 平凡的关爱 平凡的工作 平凡的历练 平凡的期许 时代在变 警服在变 容颜在变 信仰 却是永恒 每一次出境 我是最希望你平安的那一个 触目惊心的事故 我是最想挽回生命的那一个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我是最铁面无私的那一个 疾风咒语中 我是超级晴天的那一个 巴金说 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 是信仰 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 痛苦 从而达到所选定的目标 看吧 他们用忠诚 践行誓言 他们用行动 诠释信仰 他们用执着 焉毅人生 他们用无怨无悔 奉献给最可爱的祖国和人民 前面的线高看不见吗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专门这儿都有一个线高 你都不看 你非要怼到这儿来看 那走到那儿已经管了 来来来 这个线高你不看 不是不是 我那个导航你知道吧 导航是从这边走的 导航线高也不管了 这确实是的 导航这样导 你连线高也不用管了 你能过去不能 这个你都过不来呀 我知道 走到跟上已经晚了 后面那么多车是吧 那你不要想过 你前面过不去现在怎么办 导航 光看着导航了 什么都不管了 导航是干什么用的 来来来上车 把你车开始往后倒 好 往右倒 打穿 你没转过去 稍微转了一点 你是个货车驾驶员 你对自己的车高没有估计 对我们的线高还没估计 为了防止你撞到这儿 直接顶到这儿 前面还专门给你设了一个线高 而且旁边树的还有标志盘 禁止货车驶入 还硬着头皮往里走 你不能说 导航一说我路 什么都不看了呀 这路上 我就光听导航说了 连个障碍物都拦不住你了 你这 我光听说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也没听说过哪个司机说 我不撞到墙上 我不停车的 你一辆车卡在这儿 后面一下堵了多长 你知道吗 知道 哎呦 你驾驶这个怎么卡过来的 这个导航忘设置了 从别人走的 其实这个跟导航没关系 导航就算说我要你走这条路 这条路不对 有障碍物了也不停 停了一晚了 看了导航之后 也不看我们的标志了 也不看各种进行指令了 咱们作为一个驾驶员 首先咱先说 开车不能一根筋 对不对 我不能说 因为有了导航的指挥 我什么什么也不顾了 我完全什么信号灯啊 线高杆啊 各种进行标志 我都不看了 我就只听导航的 做个最简单的比喻 导航说往前走 前面发生事故了 你还要压着往前走吗